啊,今天终于可以装修厨房了,等这个日子等了很久了,三年前,我们决定定居下来后,就准备装修厨房了,然而疫情爆发了,奇怪的是,平时很容易找到的装修公司,在这个时候就特别的难找。 我们问了四家装修公司,都因为太忙,没有时间来帮我们装修,我猜想,大概是因为美国政府大撒币,人们手头有钱了,加上疫情期间很多人都在家办公,有钱又有闲,都想来把自己的房子大翻新一下,所以装修公司特别的抢手, 现在来帮我们装修的公司,是我的朋友介绍的,等他来装修也等了很久。 这个房子过去是一个workshop,是专门用来修理农具的,50年前,我公公和他的几个儿子,一起把他改造成了一个可以住人的房子,给他的三个儿子住,后来就变成了派对屋,有客人来的时候就住一下。 所以,一切设施都比较简陋,既然我和老公要把这个房子当成我们主要居住的房子,那就必须要进行改造,使它适合我们正常的生活使用。 整个厨房的设施都已有50多年的历史了,都必须换掉。 工人现在把下面的柜子装好,先把热水器装好,这样我们可以有热水洗澡。 这所房子的墙壁都是用橡树板定起来的,非常结实结硬,但是因为年代已久,它们都已变形了,不好在上面贴瓷砖,所以也必须拆掉,蛮可惜的。 木板拆掉后,钉上水泥板,这样就容易贴瓷砖了。 这个是雷射,是吧? 对啊,雷射,这个拿雷射比较好。 先进了现在。 上面的柜子挂上去就可以了,超简单。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这样的安装方法 真是新奇 啊,现在来装抽屉了 现在的橱柜都是零部件装在盒子里运来的 现场拼凑起来 即使是这样,也是需要技巧的 安装橱柜门也是一个技术活 工人花了好长时间才把橱柜门调整好 橱柜门安装好了 就来安装导台了 因为老房子地面不平 工人也花了好长时间来调整橱柜的平衡 还真不容易 台面我用的是实音室 安装台面的工人不喜欢我拍摄 我就没有拍他们安装台面的操作过程了 台面安装好后才可以贴瓷砖 现在贴瓷砖可以用镭射来找平衡 方便多了 不像以前的工人贴瓷砖 都是靠目测 那是很考验工人的技术的 经过三个星期的工作 厨房终于装修好了 我的厨房完全装修好了 我这个厨房上面用的是白颜色的柜子 下面的柜子是蓝颜色的 这样上下不同的颜色 给这个老房子增加一点现代感 瓷砖我用的是白底蓝花图案的瓷砖 这样和我柜子的颜色 白颜色和蓝颜色也相互印 整体感觉就是带有一点 法国乡村厨房的风格 这个上面以前我是挂的锅 那么现在厨房的储存空间够了 所以我的锅就放到厨柜里面了 那么我就在这个上面安了两个吊灯 我还做了一个导台 这样切菜摘菜 所有的操作都可以在这个导台上完成 这是新的水槽 跟那个旧的小的水槽比起来要大多了 这样洗碗啦洗菜啦洗锅啦就方便多了 旁边呢是炉灶 我们把那个旧的有50年历史的炉灶换成了新的电磁炉 我们还装了一个抽油烟机 中式的炉菜油烟很大的 装油烟机是必须的 这个导台的柜子我们用的都是抽屉式的 这样拉出来很方便 这里面很乱了以后我会收拾的 会把它放整齐的 还有这个下面 这个下面放的都是碗盘 还有啊 现在我的锅都放在这儿了 这个下面 炉灶下面 我的这个台面 就两个counter的台面 用的都是石英式 石英式的好处呢 就是比较坚硬 而且容易清洁 但是呢 它唯一有一点不好的 就是不能放太烫的锅在上面 我用的橱柜是IKEA的橱柜 我不是在给IKEA做广告哦 IKEA的橱柜的好处呢 就是它容易安装 而且容易调节它的平衡 因为老房子嘛 这个地总是不平的 时间久了 它会下沉的 所以IKEA的家具呢 橱柜呢 它可以调节它的平衡的 这个橱柜上面的白板呢 我们想把它装饰一下 但是还没有决定 用什么方式来装饰 是贴墙纸呢 还是挂一些装饰品呢 如果你们有什么好的主意的话 就在下面的评论区留个言 我会不停地装饰品呢 我们下个字幕的这个月 我会不停地装饰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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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今天的厨房介绍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